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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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就啊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好好从自己做起 很多朋友就说 欲修修其身者 欲修其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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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成其意 欲成其意的 先自其之 而自之再格物 字幕志愿者 革慎 守向海中 欲修其身边 hypoc notvol 应amento jedem Gaming effective give me 皇后 上成其身 độ очку torso come 恁誰 長 iPỏ richness 等便它的 Third album Fr 当我们欲望能够放淡 心智清朗 自然就能诚意振兴 开始从自己的言语行为去修正 当我们修正 家庭就会变化 工作的场合也会变化 这样你就是孔老夫子的好学生 我们中国圣贤教育的好招牌 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这个大时代当中 去敬一份严谎子孙的职责 好 所以我们从五轮关系 找到了人生的角色 人生的定位 当我们站稳脚跟 自然就能够步履踏实 一步一步 让人生走得充实 走得有价值 好 那我们看经文 一起把它读一下 凡出言 信为先 乍与忘 稀可焉 话说多 不如少 为其事 勿宁巧 兼巧语 会乌词 是谨弃 且戒之 凡出言 信为先 所以我们要 言而有信 对于自己讲出来的话 绝对要放在心上 去实践 去旅行 在春秋时代 有一个人叫 季杂 无果的季杂 有一次 这个君王派他出使 到鲁国去 季杂 在这个旅途当中 经过徐国 我们说春秋时代 是非常多的国家 所谓八百诸侯 所以这个路途过程 也经过一些国家 来到了徐国 徐国国君 就请他吃饭 宴请他 刚好坐下来 吃饭的时候 这个徐国国君 都没看他的脸 都一直盯着他身上 背着那一把宝剑 因为那一把宝剑 非常庄严 所以徐国国君 这个掩饰不住 他对那一把宝剑的什么 喜爱之情 这个记者 心里就想 他是很欢喜我这一本 这一把宝剑 但是 以前 宝剑是代表什么 身份 所以初始 其他国家 这个佩剑是必要的礼仪 所以现在不能送给他 要等 办完事以后 才可以送给他 所以 这个记者 心里面就起了 这一个念头 后来 顺利出使 鲁国 回来又经过徐国 他就去拜访 徐国国君 要把宝剑 送给他 结果不巧 徐国国君 在这一段时间之内 去世了 所以记者 知道以后 就前往 他的坟前 给他祭拜 祭拜完 随手就把宝剑 吊在坟旁的树上 就要走了 他的随从 就叫住了 他说 主人啊 你这样做啊 会不会太过了 因为啊 你从来就没有亲口啊 答应要把这把剑 送给徐国国君 而且啊 纵使你答应他啦 他也已经怎么样 死了啊 记者就对他的 下人说 他说啊 我的心啊 早就已经答应怎么样 要给他了 怎么可以因为他死了 而违背我的心呢 所以就讲出了一句啊 很感人的话 死无以心啊 许之 其已死啊 被无心灾 怎么可以用死来 违背我的心 违背我的承诺 所以古代人的信 不止在言语上 连一个念头啊 他都不愿违背 不愿违背别人 也不愿违背啊 自己的良心 所以我们看到古代人啊 我们要好好啊 向他们学习 刚好我在前年啊 在杨老师家住了半年 有一天晚上啊 有一天早上啊 老师就说了 他说昨天啊 他做梦 梦到啊 到了一个很深的地窖 地窖都是怎么样 一片漆黑啊 结果走进啊 有很多的书柜 把这个书柜打开啊 每一本书上面啊 都有厚厚一层 灰尘 把灰尘拍一拍 一看 四书啊 五经啊 所以杨老师啊 他做了这个梦啊 他就起了一个念头 一定要敬自己这一生啊 红传 文化 所以就是因为有这一念心 他不愿意啊 自己违背了这个心 所以后来啊 有机会到海口 去发展 他就啊 带着我 一起去了 那又因为上了 山东区域 更体会到文化的退上 太严重 所以又在北京啊 创办了大方广 文化工艺广 所以老师他所守的信用啊 不是黑子白子 也不是对任何一个人的言语啊 而是自己的什么 心 自己的 承诺 好 这些书啊 有很多尘埃啊 要靠我们每一个 子孙啊 用真诚 去把它怎么样 拍干净 不只要拍干净啊 还要怎么样 把它 打开来 好好堵 再来了 好好做啊 不能只有堵哦 要做啊 我们回想一下 当初文言文会被废掉 原因在没有人读文言文吗 是不是 不是哦 反而是读很多文言文的人 起头把它什么 废啦 所以书读多 不见得有用啊 所以弟子归说 不立行 但学文 长浮华 成何人啊 这些中文硕士 中文博士 是拿来长浮华 拿来 得他的名文 利啊 当他没有立行 他对那些道理啊 解的就是空的 是虚的 所以久而久之啊 言语跟行为 渐行 渐远 而当他去教中国文化的时候 受教的人 心里是什么感受 说一套 做一套 这就不是弘扬文化了 而是什么 毁谤文化了 所以确确实实 整个文言文会有这样的浩解 问题啊 不在那一些废除文言文的人 那些废除的人啊 只是导火线 真正的原因在哪 真正的原因我们要找出来啊 不要再把责任啊 往外推啦 真正的原因 在读书人啊 没有言行一致 假如读书人都把 大学把中庸 把地址归演出来 所有接触他的人 会不会把文化毁掉 不可能啊 甚至于会跟你一起怎么样 起而而笑法 所以我们看看几千年来 这一些奉行圣贤教诲的人 都是得到啊 万民的 拥戴啊 像我在海口 出了一个名城 明朝的海瑞 我们都听过海瑞霸官 我进 我到一个地区去啊 很习惯呢 去参访啊 当地的一些名人 历史上啊 流民亲屎的人 因为都有他 用他的心啊 写下的历史 都有 都有他用心啊 对这个国家社会的奉献 我们可以去啊 见仁善 即时起 也可以了解到 他在这一个地区啊 所产生潜移 默化的影响 所以我一进到海瑞幕 看到了两行字啊 非常震撼 海瑞啊 说道 粉身碎骨 全不顾 只留清白 在人间 诸位朋友 您从他这两段话 可以感受到 他什么样的德行啊 非常的清廉 非常清廉 所以 当我看到海瑞这样的气节 又看到啊 他一生的介绍 一生的介绍 看完啊 很感动 因为啊 海瑞只要到一个地区去当官 所有当地的贪官污吏 还有恶霸 他还没有到 这些人都怎么样 赶快溜之大吉啊 因为他知道海瑞是 刚正不阿 所以只要他到的地方啊 人民都是普天同情 所以一个真正把圣贤教诲做出来的人 有没有可能被反对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当海瑞啊 最后在南京任职 后来啊 去世了 那去世以后啊 中国人非常强调 弱业归根 要把海瑞啊 海瑞啊 从南京移回海南 当要灵旧啊 在南京城移动的时候 所有的人民啊 都自己穿着校服啊 如上考皮啊 就好像失去了父母一样啊 悲伤 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 得道者啊 多住啊 真正力行正道的人 一定会赢得民心 所以为什么 我们的文化 文言文会被废 不要怪别人啊 怪所有我们读圣贤书的人 没有好好啊 把他演出来 所以只要我们现在 学一句啊 做一句 相信 一定可以扭转 世人啊 对于文化的误解 而且会更进一步啊 起而落实 起而学习 效法 好 所以 当我们心上 已经起了一个 要替家庭 要替社会 要替 祖宗啊 付出的心 我们就要实时 信守我们的 承诺 好 而这个言语啊 也不能挑对象 守信用啊 一定要 同守 怎么样 无期 不是做生意才同守无期啊 应该是啊 对待一切人 只要 言出啊 都要必行 不然你就要先考虑清楚 再答应 所谓 是非以 勿轻诺 苟轻诺 苟轻诺 进退错 只要考虑清楚 答应了 就不可以 后悔 在汉朝的时候 有一位太守 叫郭吉 郭吉 刚好 他路过 他管辖的区域 到了这个地区啊 很多的小朋友 几十个小朋友 围过来 跟他问好 小孩子很天真 说太守啊 你下一次呢 什么时候 还到我们这里来 这个郭吉啊 对孩子也很 很恭敬 孩子的话呢 他也没有怠慢 他开始算 可能呢 几个月之后的某一天啊 我又会到这里来巡视 所以就跟孩子 讲的那个日期 结果孩子呢 欢送完他 就散了 结果后来啊 等到下一次 他到这个地区来巡视啊 刚好比他 讲的那个日子啊 早了一天 所以他的随从啊 很自然的要进去了 他就说啊 不行 我已经跟孩子 有约在先啊 所以今天呢 我们就 在郊外的野亭啊 野亭之下 住一晚 然后呢 等到约定的那个时间 到了 郭吉啊 才进去 结果 果不其然呢 这些孩子怎么样 也在那里啊 等他啦 所以啊 汉光五帝啊 对郭吉 非常的尊敬 还称赞他 贤良 太守 信 之质啊 他的信用呢 已经到了 极致啊 没有 缺陷了 好 这个郭吉 最后啊 活到 八十六岁 无吉 而终 所以我们的信用啊 也要不分年龄 甚至于不分 长幼贵贱 对任何一个行业的人 我们也都不侵漫 都信守啊 我们的承诺 那凡出言 信为先 诈与忘 稀可焉 假如我们不守信了 还要找一些借口 这个诈是欺骗啊 忘是花言巧语 来掩饰自己 的私信 那可能就造成啊 唐掩饰啊 真一辜 到最后 人家又了解到 你不愿意 去承受你的 私信啊 那你的名声啊 可能就会 越来 越差 那当然 天有 不测风云 人有啊 但喜获福 很有可能 你确实很想守信 刚好 生命当中 出现一些状况 让你无法实现诺言 这个时候怎么办 怎么办 世间的事啊 一个字可以解决 承啊 我们坦诚 我们坦诚 曝光 因为啊 今天他真正了解你的情况 又了解你的诚意 他也会啊 退一步 因为啊 再怎么逼你也怎么样 没有用 可是你假如继续掩盖 他就会越来越什么 愤怒啊 越来越 不愿 到时候啊 就很难 收拾 所以 与别人的信诺 绝不可以拖延 越拖 越难 解决 所以我有一个朋友 是他的亲人 染了 很多债务 他也很有责任啊 要去 偿还 他自己也很紧张 怕对方的态度很不好 后来呢 他的朋友建议他 你就坦坦诚诚 跟他们谈 我就是这样 你们现在呢 在做其他 比方说更 恶劣的报复 那你们没得好处 我也没得好处 那我现在是 诚诚恳恳要来还钱 我一个月 还你们多少 都跟他们 很坦诚的讲出来 后来呢 结果呢 也很 顺利 所以啊 世间 处事做人的方法 我们不要把它想得 太复杂 应该就是用诚信啊 去对待 好 那下一句 话说多 不如少 唯其事 物宁巧 所谓言多 必失 话 确实不可以啊 滔滔 不绝 因为你滔滔 不绝 很多话还没有思考 清楚啊 就怎么样 可能就啊 说出去了 结果一出去啊 就怎么样 说不回来 所以夫子才说 三思 而后行 三思 而后言 所以言语啊 也要谨慎 那在《易经》里面啊 有提到 吉人之持寡 赵人之持重 吉祥的人啊 言语怎么样 少 吉祥的人啊 言语啊 很多 因为你看一个人 滔滔不绝 他的心安不安 不安 很吉祥 很没安全感 当一个人 处于这样的心境啊 就很容易说错话 很容易啊 得罪人 那你心断啊 俗话说 祸不啊 单行 那个都是心啊 没有主宰 才会一而再 再而三啊 犯不过失 所以心要能静得下来 当言语少的时候 心就比较平和 比较平和 那人心一平和 对于所处的环境 所发生的事啊 就可以明白 清楚 去观察 去观照 就不容易啊 出差错 好 诸位朋友 不要听完这一段之后 回去都不讲话 该讲的时候怎么样 还是啊 要讲 像我从小 就很热心 然后后面再加两个字 过头 所以一看到别人 哎呀 这个不用功念书 我们就噼里啪啦在旁边跟他讲 他已经听了 头都快怎么样 都快晕了 我们又没有敏感度 要适可 怎么样 儿子 在练高中的时候 这个 很多同学啊 都有交女朋友 那我都没有交女朋友 为什么呢 因为那些同学啊 都不喜欢讲话 然后脸啊 看起来就很酷 很酷好像就容易交到女朋友 所以呢 我就开始装酷 也不讲话 一天都不要讲 结果 我想说要坚持一段时间 后来坚持 一天以后呢 我说还是算了吧 人还是要当自己好 当别人真正需要啊 我们一定要尽心尽力啊 去引导他 去规劝他 但是时机不成熟的时候 确实啊 也不要讲太多 可能会让人 生烦恼 所以这个进退之间 缘分的成熟与否啊 这个也不是用讲 可以讲清楚 还要诸位朋友 自己去怎么样 累积经验 那可以用孟夫子啊 一个方法 叫观其模子 比方说你跟他谈 哇 这个 第十规很重要 然后举了几句经文 至关服 有定位 这对你与孩子 做事的能力啊 有直接相关 你这么一讲啊 他的眼睛就放光 发亮了 那你要不要说 好 今天就讲五分钟就好 我回去了 这样好不好 这样就没有随缘了 没有随缘 当缘分成熟 我们可以顺势 而为 那另外一个人 你跟他讲了 讲了五分钟啊 他眼光呆滞 你要不要再讲两个小时 要不要 那就太攀远了 所以时时刻刻 观察 缘分的状态 缘分是动态的啦 不是静态的 假如我们学经文 都学成静态的 那就学呆啦 好 话说多不如少 所以 多话不如少话 但是一讲话 就一定要是好话 都是可以啊 利益别人 所谓讲利益语 讲柔软语 让人家听得怎么样 很舒服 要讲诚实语 要讲智慧语 成就别人 有一次啊 我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 接到的时候啊 哭哭啼啼 那就听到呢 他说他先生啊 有诸多的不是 一一啊 把十大罪状都怎么样 都列出来 等他呢 讲完 情绪啊 稍微比较缓和了 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都已经有小孩了 家庭啊 要好好把他经营好 在家庭生活当中啊 你要抓住一个态度 所有的人怎么做啊 那是他的事 你要先拉回来啊 他对不对啊 那是他的事 我对不对啊 那最重要 所以先不要去看先生的不是 要先看自己 我当太太 有没有当好 我当妈妈 有没有当好 我当媳妇啊 有没有尽力 假如我们都没做好 那还去说别人 那跟别人是一般 见识 那我们哪有资格 还在这里生气骂他 那我们不是跟他一样 那骂他不就是骂自己 对不对 那你骂他就是因为 他没尽责任啊 可是我们也没尽责任啊 所以当一个人能够回到 先从自己检讨起啊 心就怎么样 贫习许多啦 那由于那一份贫习 由于那一份尽责啊 慢慢的就会让先生啊 升起什么 惭愧之心啊 所以人现在往往 很多家庭情况啊 都越来越复杂 越严重 往往都是 遇到情况啊 意气用事 他这样 他违感 都用那种报复啊 结果家庭毁了 孩子呢 也遭殃了 所以我们要理智啊 应事 那我讲完以后 我这个朋友啊 他就说 他说蔡老师 我打电话给你以前啊 已经啊 打给我好几个 朋友 我这个同事 他是打给 也都是打给女 女的朋友啦 他说他们的答案 都跟你不一样 他们都说啊 非常的时期 一定要用非常的手段 他们都不了解 我们古语说啊 临差 十座桥啊 不破啊 一桩荤 桥断了还可以建了 婚姻假如破裂了 破镜怎么样 很难从远啦 碎片捡起来都合不进 合不回去了 所以言语要怎么样 谨慎啊 到时候你给他建议 这样的男人就把他修了 不是 这样的男人跟他离婚 到时候啊 他意气用事离婉后悔啦 他三不五十 打电话来 都是你害的 哇 我看你这一辈子都怎么样 都会觉得很难受 又看到他的小孩 等他的小孩说 都是你害的 哇 你可能每天睡觉都怎么样 睡不好 所以我们与人交谈 一定要抓住一个原则 而你抓住这个原则 你的朋友一定会把你当 自己看 什么原则 只要跟朋友谈天 谈到家庭工作的事 一定让他自我 反省 当你都引导他 往自己身上找问题 那才能真正化解 而往往他在反省当中啊 情绪就能够平和下来 所以不管 他有没有照你的话做 假如他没有照你的话做 一段时间之后他会说 哦 你讲的怎么样 很对 假如他真正有照你的话去做 他会啊 到你面前来怎么样 哎呀 谢谢你 让我没有意气 用事 甚至于他的太太也来怎么样 谢谢你 都有可能 所以我们抓住这个原则 因为人与人在言谈啊 往往很容易受 情绪感染 情绪影响 但是可要切记啊 不可听啊 片面 之词 不可听 一面 之词 你相不相信夫妻吵架 讲出来的版本几乎是什么 完全 两边 那谁对 谁对啊 一定有一个事实真相吧 所以人往往啊 都会站在自己的角度 看事情 所以你不能听先生这么讲 你就被先生的话 言语呢 给你影响了 就对啊 另外 他的太太 有了先入为主的 看法 这样就失去客观 所以你听归听 也要从中啊 去分辨 哪一些话是对的 哪一些话是错的 然后在叙述当中 你就告诉他 那你太太这样是结果 原因在哪里 这句话好不好用 他才会冷静啊 是吧 他太太今天发脾气 可能只是倒火线啊 那一股怨气 已经积累了多久了 他都不知道啊 他只在让你气半天 他怎么会骂我 他不了解这一口气 背后已经凝聚了 多久的能量 是吧 所以你这么引导他 原因在哪 他才能设身处地啊 为对方 着想 所以 所以以和啊 为贵啊 与人交谈 绝对不可 在制造 纷争 制造 纠纷 好 所以话说多 所以话说多不如少 所以事实如此啊 我们就直接讲出来 绝对不可以啊 绝对不可以啊 再去找借口 绝对不可以啊 再去演过 是非 所以当 比方说 我们答应爸爸 答应妈妈 买什么东西 结果一进门 妈妈说 酱油呢 我们一定要马上怎么样 啊 对不起 我错了 那个我错了 好不好讲 好讲啊 你久没讲哦 很难讲 所以呢 只要我们 有过失啊 没有所幸啊 一定要当场怎么样 道歉 对方也会觉得 比较能接受 假如这个时候 你又说 哎哟 我最近很忙啊 又忙什么忙什么 还解释一大堆 越解释 人家心里怎么样 越不舒服 好 所以 为其事啊 悟宁巧 奸巧语 慧无耻 事景气啊 窃戒之 所以言语啊 是人与人之间 互动频繁最多的 所以言谈 假如能够非常文雅 那在无形当中 交谈当中 都会提升一个人的什么 气质 修养 诸位朋友 有没有感觉 我们这几天的气质特别好 所以啊 磁场很重要 环境啊 很重要 所以我们要把家庭啊 言语的气氛 经营成什么样啊 自己要很清楚 所以当为人长者 为人父母 甚至于你是一个企业的领导者 你在言谈当中 不急不许 你在言谈当中 都是给人鼓励 给人称赞 给人利益 给人智慧 相信啊 你这个家 跟你这个团体 这个企业啊 一定会受到 上行 下效的效果 所以啊 我们不要太担忧 常常都说 外面 污染这么多 你只要把大本营怎么样 先守好 情况就不至于啊 太糟了 那往后呢 又可以在家里面 常常放 杨淑芬老师讲的地址规 然后放这些啊 圣贤人讲经的地址规 这样就会啊 浅默化 好 那这一节课先上到这边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